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peter每个人是peter一转 带大家看看市场上 美国加息之后呢 整个逻辑跟整个市场的反应 以及大家的认同是如何 我们开始吧 首先请大家推特 推特重要在是discord 在是youtube 所有youtube都更一届 不是财务分析不是财务建议 所以就封造风险 先看一下昨天 昨天晚上 今天凌晨了凌晨两点钟 其实我第一时间 我在他们公布的时候 我就发了一个video 然后顺便跟大家讲 当初我看bloomber他们直播 有一些里面的主持人的一些意见 顺便在fad的网站里面 其实他们这边有一个直播 这昨天他们的 昨天他们这个主席在这边做ama 我也把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听完了 那有几点其实待会可以跟大家讲我的想法 先看看市场上一些反应 给我们看一下 这个理财网 可以讲说原本预计预计是0.5 但是实际上后来是0.75的一个上调 那全球市场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 大家还是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所以就不管是昨天股市跟币价 crypto 他整个都还是在一个向上的一个盘 那问题向上能多久 这个今天我跟大家 我觉得向上不会太久 那加起0.75英国 英国也条你上调要一个一厘以上 那这个其实基本上是讲说1990年以来最大加幅 那我觉得这个不管全世界各个地方 现在做这一件事有趣的事情 本身我们知道对经济来说 通货膨胀是最大一个伤害 那当然你加息的好处是短期的资金的成本 所以cost of capital会比较贵 但是你长期来讲是可以控制通货膨胀 但是通货膨胀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 不完全是因为你市场上的钱的多少 跟你这所谓的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很大原因 这次通货膨胀都是因为石油跟全世界 食物啊补物啊补物还有这个农产品的价格的涨幅 那这当然跟打仗有关吗 那通货膨胀跟打仗有关的同时 我们看看 跟通货膨胀打仗有关的同时呢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加息后面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 美国加息之后全世界资产会往哪个地方跑 但是大家又愿意把自己的资产换成美元 然后往美国跑啊 那其实美国某个程度上在政治或在金融角度来讲的话 在全世界大幅度的吸血啊 把全世界资产全部往美国这边吸 那最惨最可怜的可能第一次日本吧 日本现在目前为止 他们本身日币自己贬值之外 他们的国债又出现了熔断的问题 那日本是丑伤其中 除日本之外 那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亚洲的国家 这其实某程度上如果不直接跟着升息的话 那很大的处境就是会被美国宰啊 被美国收割啊 大家每次开玩笑讲说 我们在币圈的时候会被币圈老板收割 NFT圈会被这些项目方收割 我告诉你全世界最会收割的人是谁 美国政府联准会就要来收割全世界的资产啊 如果你资产不来美国的话 我就让你们跌而且美国他们还公布了一个 一个消息就是他们目前为止 全世界应该有十个国家还是十个国家 他们就是在他们的观察的名单当中 当然是日本 那德国意大利 那泰国还有一些不同的国家 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们这些国家 有操纵国家利息的疑虑 或者是操纵利息的可能 那美国可能就对他们做出一些制裁啊 那本人是什么意思说 我要收割你 我要收割你哦 你还不可以反抗 你就让我割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扯的一件事啊 所以 总的来讲啊 我昨天后来听到他讲说 后面还有记者问 记者后来问他说 那这样子我们整个 这样子一加息 会不会变成是recession 会不会变成那种大萧条 那直接 我们这个主席就讲说 大萧条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大萧条并不是因为加息变成大萧条 大萧条原因跟理由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也就把人家等回去啊 所以我觉得主席本身自己还是 蛮有意思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稍微看了一下 分享说 我昨天听这个加息0.75 跟今天市场上的新闻 我们看看比特币跟以太 看一下以太新闻前的位置价格好了 以太昨天这个地方2点钟加息之后 他直接往上走啊 走到这个高点是11270左右 那其实到现在为止马上就回了 那大家知道像以太基本上 比如说三建资本 还有很多这个STE 那其实马上脱钩的情况之下 以太其实在这个10 1016啊 如果没记错 三建资本1016爆仓了 所以这个地方低点 你看这根低点是1014 我不知道三建资本爆仓了 那市场上还有非常非常多 不同这些这些因素啊 那除了之前讲说LUNA 那再三建资本 那再来像USD TERRA 我们这个TERRA的 不是TERRA 就是TERRA的USD之后 我们现在USD 就是 TRX TRX TRX的USD 波厂啊 我们波厂USD 开始现在好像也有一点点 快要这个脱钩的迹象 那另外除此之外 人家还讲到MicroStrategy MicroStrategy 其实是最大的 可能是他买比特币的一个上市公司 那他们其实他的比特币的 那算什么 Liquidation Liquidation 这些价格好像也是在2万多 那所以是现在为止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在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但是我们还是要 不能去估底啊 今天在跟大家分享 我们不能估底 同时我们只能判断市场 今天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们自己的想法 还有市场上发生一些事情啊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大家跟下次关注 Tradio Disco 订阅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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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